2024馬來西亞公開賽男商決賽 梁偉鏗王唱的技術分析 近年來,中國男商組合梁偉鏗王唱展現了非常出色的表現 今日我將分析他們在2024年馬來西亞公開賽男商決賽中 對陣印度組合謝提蘭基雷迪的過程 就看看梁偉鏗王唱組合如何奪冠吧 在第一局道,印度組合佔據優勢 順風場通常有利於發折發球,球頭過網之後速度加快和埋向下 容易令對手處於被動 印度組合通過快速連貫的配合節奏在發折發球前三拍表現出色 令梁偉鏗王唱組合一直處於被動挑球的局面 兩位印度選手身高約1米8多,攻守兼備,打甚麼球都有一圖 最重要的是他們掌握了整局比賽的節奏 令梁偉鏗王唱組合有些手足無躁 最終不敵對手,輸了第一局 在第二局,梁偉鏗組合轉入順風場 這局的重點是梁偉鏗組合迅速調整了自己的速度節奏 還穩反信心和埋手感 他們的特點是連貫快速的進攻能力 尤其是王唱在網前的做球和找球能力非常強大 他有清晰的頭腦,預判能力很快 為梁偉鏗提供了強而有力的進攻機會 這就是他們的合作配合 而王唱在後場的進攻落點非常狡猾 雖然力量不大,但非常精準 這個得益於王唱本身的聰明才智 同樣地,梁偉鏗組合在發球接發球前三拍之後多拍輪轉進攻 加上梁偉鏗的防守能力進步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是他們的心理自我控制能力提高了 即使面對壓力,仍然可以發揮出自己的水準 相比之下,印度組合的體能有點下降 節奏跟不上梁偉鏗組合的速度 因為印度組合兩位較高的選手 他們的靈活性相對較弱,特別是攔機雷迪 所以梁王組合對這一點進行了殺球、吊球的結合 以及透過轉身多拍快速結合的方式贏了第二局 在第三局,情況跟前兩局很相似 前半段印度組合在順豐區 他們的輪轉進攻好有用,令比分領先9比3 那時,梁王組合透過前半場的加速控球和封網 特別是王昌在網前的造球 因為翼風區不容易出界底線 王昌可以用第二時間破壞借題的重心 將球過頭後場 這就是針對高個子吳靈活的球員的戰術 比分追到11比7中國組合落後轉順封場 那時梁王組合用速度壓制對手 令印度組合更顯得不靈的下肢 梁偉亨針對攔機雷迪 用起跳殺、吊球架動作一致性結合 一個正手吊帶對角往前 成為這場球的經典 梁王其積搬地扭轉了局勢 中國組合21比18成功遺免 重點是,現在的直接得分制度底下 每一分都很關鍵 在未達到21分之前 任何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這就是羽毛球的魅力所在 評斷一個組合的水準 就在於他們在最後贏到的那兩分 這才是真正的實力所在 大家學懂了嗎? 記得訂閱我們Chanceminton 反覆練習吧!